好 回到现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 针对金华城案的部分 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震生 在今天将会到议会来做说明 目前在议会的状况是如何一块来关心 其实当初蓝白和寿 他副总统是很勉强答应了六点协会来反悔 他一直要行政院长 那朱立委员一直不给 所以这个才最后 如果给院长当然也就不会破局了 所以这个历史倒带的话 他真正是要行政院长 而不是副总统 副总统是有一点妈宝 因为没有这些他妈妈黄珊珊在 就被国民党三个男人 有点瑕疵的感觉 其实他初衷就是要行政院长 不是要副总统 跟这个廖万龙有要多情 廖万龙是他的金主 然后这个原力群英就是廖万龙住九楼 还有十五楼 一个招待所一个住家等 所以他跟廖万龙非常好 当初有两位出来推动蓝白和 一个叫沈庆晶 那他是蓝 猴子正蓝白 而廖万龙推的是白蓝和 其实他一直很支持 很支持这个阿伯 然后侯友宇对于廖万龙也不太高兴 因为一些金主 一些装脚 他都带他一个一个跑 廖万龙带柯文哲一个去把装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谢谢 好 当然在今天 这个彭震生将会来到议会做说明 要针对到底在金华城这个案子 柯文哲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有没有交办 在今天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朗 关键的发展了 好 继续还要来看到黑悟空热销 不过侧翼却见不得大陆好疯 好 结果疯狂的唱衰了 对此呢 这个马德就说 台湾因为没有专属于台派的电玩游戏 才会让侧翼天天对黑悟空酸葡萄嘛 如果说现在有业者开发了一款游戏内容 是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时候 能够左砍徐巧新又杀王鸿威 最后呢 再奏上韩国瑜几拳 那么这个时候台派绝对是会鼓掌较好的 你逢中必反 对于游戏玩家而言 他们不管政治的 对游戏玩家而言是说 这个游戏对我而言好不好玩 我的体验能不能够满足 游戏体验是最重要的 那管理政治 政府与其把那些钱去盖什么点面线平台 把这些钱拿去购买绿电 不如多花一点心思去辅佐游戏产业 最好能够打造出一个专属于台派的游戏 这样台派就不会天天酸葡萄了 现在台派的问题在于说 为什么要去酸黑悟空 因为台湾没有一个专属于台派的游戏 所以政府赶快去辅佐 做出一个给台派玩的 比方说今天那个剧情内容就是 赖清德到立法院去国情报告 然后赖清德一到立法院 哇他可以左砍徐巧新 右砍王鸿威 南砍谢龙介 北砍罗志强 然后最后遇到了大魔王 还可以打个韩国瑜几拳 哇这游戏内容开发出来 这样打来打去 台派绝对不会该该叫 台派绝对鼓掌叫好 所以今天的问题在于是说 台派要问的是 我们政府有没有做出一个 能够满足你台派的游戏吗 那现在就是因为台派 没有专属的游戏可以玩 他们才要处处酸葡萄 他们才要处处产生相对剥夺感 处处的去唱衰黑悟空 这个才是我觉得台派现在觉得 很头大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绘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绘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卤绘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绘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绘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